我想着过两天先让凤卫送爷爷他们回去,有我爹爹他们在他们身边,有我爹爹在,我也能放心一些。 凤卫你不打算带到上游大陆去? 他们目前我不想让他们过去,他们的实力虽然是提升了,但对于上游大陆只怕还是太弱了,我想将他们都留下,听我爷爷和父亲调遣。 凤卫可以留下,不过八名凤卫队长却可以带走,以他们的实力,跟在你身边多少有些帮助? 我考虑一下,薛月莫泽微顿了一下,眼中划过一抹幽光。 那个莫辰倒是可以不带,我觉得你带上他就是给自己找麻烦,他太鲜眼了,而且他身份摆在那里。 若是他跟在你身边,少不了会有人打听你的身份。 凤卫抬眸看向身边的他,见他一本正经地说着这一话,那模样异常好笑,让他忍不住轻笑。 你说得不错,他确实是个太鲜眼的。 他若跟在我的身边,肯定会招惹来麻烦,不过我原先也答应他了。 你说,现在这事怎么办? 找个理由将他撇下就行了。 行嘛。 凤卓觉得这似乎有些不太好,毕竟人家山长水远地过来,他若这样做,会不会太失礼了? 行,你身边有我陪着就行了,其他人不用去理会。 不过,这边的事情,你放得下吗? 大局已定,没什么好担心的,也没什么放不下的。 这偌大天地,能让我放不下的,也只有你而已。 凤卓听了心头欢喜,脸上的笑意,眼不住地溢了出来。 嘴上却是说,有什么好放不下的,就算我没在你身边,我对你也是很放心,不怕你乱来。 那是因为你知道我不记女色。 哦,不记女色吗? 嗯? 他玩味地退开一步,上下打量着他,脸上近是细血之色。 真的,不记女色啊,是谁晚上睡觉一双手乱动的,还非得冷着,还说未受冷卧。 看着他细血的神情,再看他唇边那坏坏的一抹笑意。 轩云莫泽就知道他脑海里想什么了,冷峻的面上有些不自在。 他瞥了身后离树米远的影衣和冷霜,挥手示意两人退下,这才倾壳一声,搂过凤九,在他耳边低语。 你知道的,我也只敬你。 凤九还住他的腰。 那,你看,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时间,把重要的事情先给办了。